花联佳福希望学员日前接获企业捐赠一批防疫物资 特别把其中200件的反光背心转赠给花联施工所 希望能够帮忙施工所加强防疫作为 市长魏嘉贤特别将反光背心资源交给回收各体户使用 同时也呼吁大家务必落实防疫 疫情紧绷期间看到公司部门致力做好防疫工作 花联佳福希望学员特别把日前接获企业捐赠的一批防疫物资 转赠给花联施工所 希望可以为防疫来尽一份心力 这家企业单位赛佛的股份有限公司 知道我们是额绍安支单位 就回赠了他们的一些相关的物资 那其中这是三百 他们捐了三百多件的防疫反光背心给我们 那他这家厂商其实主要是做一些防务医跟隔离医 而是医疗级的口罩级的厂商 那他知道说花联可能会需要这些物资 就捐赠给花联系统学员 那我们也想把这些资源提供给花联的一些相关的单位 那其中我们就把这两百件的背心转赠给花联施工所 因为我们也想帮花联施工所 包含说清洁队啊来做一个打气加油彼此的抗议 市长温家贤特别市政感谢状 并表示会妥善利用这批反光背心 其实我们第一优先的部分 我们会针对资源回收各体部的部分 来给他们来穿上反光背心 我们大街小巷可以看到有一些在捡资源回收的朋友 他可能身上都没有着相关的反光背心的一些物品 那有可能会造成在道路上一些危险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会第一优先把这个东西给我们的一个资源回收各体部 之外我们会陆续分配给工所各个单位来做相关防疫上面需求的部分 那我们真的也希望谢谢大家 这段时间对于花联市工所的一个关心 跟花联市民的关心 那更关心我们清洁队员 在此要特别感谢大家 国家有难全民齐心 这波疫情当中可以看到公司部门 企业社团还有个人的用心与爱心 市长呼吁大家能够携手抗疫 共同来度过难关 这旅会欢迎市报道